本節目不推介任何股票 今天台股今年的奏障行情 今天正式啟動 為什麼 我這段時間以來不斷在提醒各位 台積電沒有動 大盤要創新高很難 請問今天大盤漲幾點 來 大盤今天漲218點 好 看過來 這是大盤 18,034點在這裡 好 這是道瓊 道瓊昨天創新高今天稍微休息 好 這是會成半導體 各位這用噴的 你看這一支是不是用噴的 好 再往下 這是S&P500也是創新高 好 這是NASDA 當然也是創新高 而且也是用噴的 好 這是2330台積電 今天正式出現買進信號 也就是 他整理了 你看在這裡整理了 將近一個禮拜 好 正式出現買進信號很簡單 前一波的高點638 如果台積電月購638 180,34理論上 理論上就會購 但是 台積電你去買看看 一定沒有人要玩 有時候投資人 因為這樣講 你如果去買台積電 今年到年底應該會賺到錢 可是應該也不會有人跑去買 為什麼 投資人的野心都很大 野心很大 行情來了 我沒有講說穩賺的 像台積電應該講穩賺的 如果從現在去買到年底穩賺的 幾乎 99%穩賺的 可是大概不會有人去買 那你想 等了一年 行情來了 當然要去選標股 對不對 好 我今天YouTube的標 寫得很清楚 年底作賬行情 就年關的作賬行情啟動 好那行情啟動 台積電開始漲啊 起漲啊 對不對 台積電起漲要漲到哪裡 我說如果過638 18034就會過 那既然起漲 就是多頭嘛 除非未來出現賣出信號 所以 只要是起漲 例如像今天如果去買台積電的人 到過年 就今年封關 理論上都會賺錢 但是一般人不會去買 因為這樣講 那那些 行情來了 賺那個人 不會富氣 那當然要去找一些標股 這每個人 可是 你有辦法嗎 你告訴我 那 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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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 現在正在舉行什麼 叫生技展 好 這昨天 總統向世界展現 聲音能量 也就是演講 11月 好 那12月份 就是醫療月 所以11月生技展 12月醫療月 各位以前 譬如說有電腦展 電腦展結束以後 電腦展的目的 我說他不是來拜拜 任何的展覽都是 把它新的產品 秀出來 然後接訂單 這 研究商就這樣子 展覽的目的就是要接訂單 所以 11月生技展 12月醫療展 生股會 蹦出火花出來 會蹦出火花出來 好 那不知火花在哪裡 我們先來講長勝 長勝 長勝就要講 6、7、1的長勝 因為他是我 會員的股票 這裡出現賣出信號 我已經講很久了 好 為什麼我們在這裡 要賣一趟 這裡要賣一趟 好 那這裡出現賣出信號 很簡單 我在賣的時候 我相信 我的會員 心裡很不平衡 老師 得這麼多了 那如果 我講 假設我把它整數好了 好 你如果290、280、270 你賣了 現在215 你要不要賣 如果250、240幾 你把它賣了 現在210 你要不要賣 不管 我猜說解決問題是最重要的 如果下面有低點 你賣了再買回來就好了 但是我們不動 我們錢為什麼要收回來不動 當然我們要佈及前薪的股票 那叫唐康鐵廣銷銷 那為什麼要賣 有時候我一直跟各位講 股票要漲 股票要跌 是誰的問題 不是市場的問題 都是大股東的問題 公司派 我們叫公司派 好 我常常用力旺給各位看 今天力旺247.5 最高252 你看到力旺 你看有這種股要這樣漲嗎 你看力旺 再來咧 它的基本面有沒有很好 10.92 台積電 我不要用這檔 我另外一檔 8016 我常用8016 你知道 細創前三七段多少錢嗎 你知道嗎 35塊 有沒有 細創前三季賺35.24 細創 股價多少錢 股價才267 那力旺呢 力旺 力旺 幾乎快它10倍了 才賺多少錢 賺10塊 賺不到力旺的三分之一 結果股價 力旺的股價是細創的 大概將近18倍9倍 將近10倍 可是它的EPS 是細創的三分之一 所以 我問你 股票在做什麼 做基本面嗎 你告訴我 不是 基本面指做什麼 我現在買了 我可能放三連 放五連 這叫基本面 我現在買了 可能我下禮拜要賣 我在這個業裡面賣 它就絕對不是叫基本面 所以我常常說 一般的散戶為什麼賠錢 你說股票是顛倒 只要顛倒 你如果做基本面 就是代表我是有錢我就買 那我不會賣 我看好一個產業 譬如說我好生意股 我看好我就買 那漲跌我不管 未來三年我賣 這叫基本面 因為你看好它的基本面 股價漲跌就跟基本面沒有關係 三年後你賣 這叫基本面 來 你看到立望 立望有很好嗎 你告訴我有很好嗎 普通而已嘛 對不對 好 那我要給各位看 有時候講到股票 這是一般人不知道的 公婆 就沒有第三個錢 來我們看立望 這是三虎二九 立望的大股東的結構 來 你看喔 這大股東立望有實施庫長股 再來 你假設有立望的人 這個我不講 你看這個就好了 他這個我動不動就跟你講 他二三四五張 這個 你看這個 看到這個人 他二三四五張 有沒有變動就好了 然後立望做庫長股 我為什麼要比這個 我跟你講 立望跟細創假設這樣比 你知道剛剛我比的那個人 他是動不動就海外去 我們就招商好了 到海外到各個國家去 然後去介紹立望細緻財的優點 什麼什麼 他到處去介紹推廣 所以他股價可以這樣子 人家想到好就買 就不賣了 所以股價就不會跌 而且股價是幾乎這種叫天價 你看 金價 然後本利比 182倍 我剛剛拿細創 很好股票 為什麼只有200多 不是他不好 台灣的股票大部分都是這樣子 很多公司股票很好 可是他不會做公關 他不會到全世界各大 因為到各大投資銀行 各個有錢的基金去推廣 他不會啊 然後每天講 我股票很好 我價錢他還要賣 因為我委屈 本來就委屈啊 你不會花一點錢做一些公關 對不對 你看立望為什麼這樣子 再看一遍 所以假設你有立望的人 我說 你看人家實施庫藏股 然後我說你這個人的名字 你記得 他的股票如果沒有減少 這股票就高枕無憂了 好 那我講到這裡 我為什麼要講 長勝為什麼要講到這邊來 好 我們來看長勝 來 來 你注意看這裡 這是上櫃前101年一夜 好 你注意看 好 這裡叫董事 這位董事有918張 好 議程投資有9050張 好 再往下看 這個小姐 還有這個小姐 還有這個小姐的名字 你看 他的章數在這裡 好 然後呢 然後看這個月 就上個月 你剛剛看到 注意看 這個董事 也就是這個董事 918張 剩下709張 這個副總 這個副總有436張 剩下46張 賣掉396張 你剛剛看到這家 這家投資公司 900050張 剩下多少 8710張 下面的 其實這個叫做 這家公司老闆的老婆 這個是一個老師 這個是一個老師 一個生技老師 會講日文 講得很好的老師 這個都不見了 你跟我說 我剛剛在講 公司在那裡賣股票 股票一定不會去 一定不會去 就這麼簡單 可是如果以今天來講 長勝 不是不好 來 那叫明年 好 那 再來就是 第一個 他還沒翻多 第二個 其實有人在接 有人在接 但是問題是 你們不要他要買 可是這些人 你在看一遍 來 單單從 單單你看到這些人 我剛剛比了5個人 就賣掉了3727張 我說他其實在市場上不多 可是當 當這些人賣的時候 他就不會漲 你看 這裡賣968張 這裡賣1313張 連董事也賣 連副總也賣 連這家投資公司也賣 其實我剛剛在講 其實你可以講明了 這叫成德 成德的投資公司 4123的成德 那我剛剛講 市場上假設你做短線的人 有一些集團的股票 你千萬不要做 你做一定輸的 什麼股票 華興集團 陳德集團 遠東集團 對不對 你做他們的股票 包括那個 那個 那個叫什麼 威盛集團 紅大電集團 你做他股票 我說你賺不到他錢 你會被修理 那股票不是不好 來 我們來看 我說股票不是股票很好 這樣是成德 股票好不好 賺多少錢 第二季賺7.29 前半年 你看 這裡有8.3入帳 實業 EBS8.3 一個7.15塊 15塊的股票六十幾塊 都在六十幾塊 而且都橫盤 都是這樣子 所以我剛才講股票漲跌 絕對要籌碼 有些公司 我說有些公司 他可以跟你比 跟你比耐性 高他就賣給你 你買了又受不了了 一個月兩個月受不了 你賣 他就後面這 這下面這 對不對 我講過 這檔股票好 問題是 當一檔股票有人在裡面 尤其是公司派在裡面 他成本只有十塊錢 一二十塊 你要怎麼跟他玩 再看一遍 我說股票要漲 我就為什麼拿長勝大股東給各位看 然後給各位看的叫利旺 用利旺跟長勝去比 人家買庫藏股 而且這個人 我常常講 其實台股裡面 我說操盤的人 假設用操盤的邏輯來看 這個是很厲害的操盤人 操盤不見得說是在裡面剩下股票 而是他會到處去把公司的優點 宣揚給全世界的這些投資銀行 或這些財團 那股票這樣是應該的 有些公司不是啊 對不對 公司也會 董事副總都會賣股票 你告訴我怎麼漲 不是不好 時間還沒到嘛 等到什麼時候 等到這裡 為什麼從買第一天開始 我就說任何一檔股票 要漲你要感謝公司 也是公司 那公司只要不賣 那叫恐怖平衡 那股票上不是 那股票上不是 所以對 對不對 如果有人偷偷的賣個幾十張出來 我明明接了100張 怎麼還不會漲 理論上我每次接100張他就漲 然後我賣100張以後 就又有人接走 就接來接去 那就一直漲 可是如果有人賣出來 變成110張 糟糕了 我要接100張見不完 還有 不接了他就跌 所以為什麼我們說 做一檔股票 長線投資沒有問題 因為這叫海外授錢 而且我說照表操客 我講給各位聽 我們為什麼要在這裡要賣 這裡為什麼要賣 因為他要下來 我們在賣 我說我在賣第一次 其實賣的也很心不甘情不厭 可是離現在回頭去看 今天是215 我們賣的離現在差不多三成到四成 跌了三四成 你要不要賣 要啊 所以幸虧他不能融資融建 好 那重點來了 明明11月是生計月 12月醫療業 好 那這兩個月 我說一定會蹦出火花出來 一定有些公司 譬如說接到單 拿到售錢 或者解放成功 標給你看 所以你要開始思考 不管這 今年到現在 前10個月有沒有賺還是賠 這兩個月要好好把 生計月跟醫療業 那這些股票哪些會蹦出來 好等一下我們講 休息一下再回來 本節目不推薦任何股票 每一年的年底 你看11月生計月 12月是醫療月 那也就是所謂以前的叫電腦展的邏輯 那既然是生計展 醫療展 那就代表再 再把他的研發成果拿出來 然後跟世界交流 所以他就一定會蹦出火花出來 一定有 一定 哪一家而已 那你就可以去找 生計股 好我們看一檔股票 我為什麼很喜歡給大家 各位看這檔股票 要看好也要看壞 對不對 這檔股票叫什麼 叫性果 各位 你看他跌幾隻跌地板下來 這叫失敗 這叫成功 對不對 這叫成功 這是還沒解吧 到這裡 失敗是這樣子 很可怕對不對 好 那你有沒有想說 想說 來 你在這一段買的人 這一段是你的 你在這一段買 這一段是你的 買股票的邏輯 又不是跟他談戀愛 又不是要長相左右 你要的是他的價差 不是這樣子嗎 那可能是 你抱他三個月 抱他三年 你在解放前 你買他 對不對 那如果解放成功 還沒解放就開始飆了 解放成功 就飆更多 那有些股票他是 沒有人知道 為什麼 尤其生意股 因為一般人對 我應該英格來講 我應該跟你講 幾乎沒有外資投行 外資投顧 沒有 幾乎沒有人在研究生意的 不要說國內的投信 沒有人在研究生意 因為很難嘛 再來就是 一般的散戶 喜歡玩電子股 喜歡臭熱鬧 譬如說現在韓國 比較強就玩韓國 去玩那個 媒體一天到晚在講的 可是那個能賺到錢嗎 小錢 真正會賺到大錢 是長線投資 所以為什麼來 我們再重新看一遍 那生技展已經登場了 我也用各位 用施政總 前宏記董事長說 台灣應建過AI的疫苗開發平台 為什麼 他就拿以前的台積電 後來2000年病到 就德基 病到台積電以後 那這20年產生什麼樣的變化 從12.63 20年的時間漲50倍 那台灣沒有理由 因為台灣有最好的 台灣有良力最好 成本最低的公司 包括生育股都是 台灣最優秀的人一定是醫生 你告訴我 你們這小孩可以考上醫生嗎 考得上嗎 那沒每天 不要說沒每天 像我那種 一年出沒一個醫生 你知道我們整個村 有時候兩三年沒有人 考上醫生 兩三年三五年都沒有人 考上醫生 考上國立大學 考上電機的那個很多 什麼核工的啦 什麼很多啊 醫生就考不上 所以台灣最優秀的人 是在醫學這方面嘛 那台灣哪有理由說 台積電叫 富國神山 那沒有一檔叫 醫國神山 一定會有一檔出來嘛 所以各位你們在創造歷史 你們不知道而已嘛 應該講你們剛好 新鴻要歷史要重新 這個歷史要出現 有一檔標股 本來我一直認為是長勝嘛 可是對不起 沒有那麼積極啦 這樣講比較快 因為 像這種生醫股喔 如果時間久了 政府跟你摸摸摸摸 政府的法規則跟你摸摸到最後 大家都會了 那先機就沒有了嘛 就先機嘛 所以長勝變成 他現在有很多人在做細胞療法 太多了 人家就不知道長勝那麼好嘛 人家就不知道長勝那麼好嘛 這就散了嘛 可是又有新的 因為醫學是不斷的在進展嘛 新的出來 我認為 目前沒有人有辦法做 好 所以我就用這個嘛 然後呢 最主要有人買嘛 我為什麼要用蔡明星在買股票 然後呢 他買了 我用給各位看嘛 這裡 增加一萬六千張嘛 那我用一萬六千張 他的成本給各位看嘛 其實這一個月買了一萬六千張 其實更好跟今天的 來 這個位置差不多了 這叫多空線 75.219 他在這裡買的均價 用均價的概念 75.24 其實他的成本 就是這一條線 成本 成本 75塊 今天當然比較高一點 今天81.2 可是我還是那個觀念嘛 我說像蔡明星這種 一萬六千張 那他也可以去買土地就好了 土地 我告訴你 就用標政府的都可以 標政府的土地 大概三年一澳 什麼三年一澳 三年一澳 三年會漲一倍 通常 你不要去買這三坡地就好了 你如果是金華區 三年一澳 他為什麼會也要來買這種股票 為什麼 那為什麼要買75 那你去想嘛 他買75塊 你認為他會漲到哪裡 因為我這種觀念嘛 你不一定要給他賠你 可是你去想說他 心理你認為他會多少錢 那第一段故事 因為第一段故事裡面 還有很多內容 我都沒有講 我不能講嘛 我說到某一個價位的時候 我就會講這個故事 那還有第二段故事 是一個更大的 台灣更大的 控股的財團 那這個更精彩 那第三個還有 這全世界的資金 這個又更精彩 那因為他是獨一無二的啊 各位 這條線叫多工線 你只要看線 我用線最簡單嘛 每一次線這個位置 都是最好的買點嘛 對不對 這裡都最好的買點嘛 最高點是100 他絕對比高端好嘛 絕對比聯尼亞好嘛 聯尼亞都可以300 高端都427 我認為他都比諾瓦克好嘛 諾瓦克多少錢 諾瓦克是133.6億美金嘛 我說每天用價錢給你看 他到今天才149億 他連人家估他1000億 我每次都要講 估他1000億在這裡 這不再贅述了 媒體善利的 然後離他的目標 跟諾瓦克還有多少倍 有時候股票市場 要賣 要贏大的嘛 對不對 投資本來就是這樣子嘛 如果哪天冒出來 那都是你的嘛 打電話來參加會 每天同一個時間再會 能力判斷 現身評估 定似負投資風險